回家吃饭 看看谁的山珍海味更好吃 好吧 鱼的话只要炸到金黄就可以了 山珍有不同的鲜 海味有不同的鲜 这就是我们的双中焖石斑 八道鱼瘦海鲜 取了一个名字 叫山珍海味 好 我闻到香味了 好香啊 好香啊 好嘞 最南边的一个食材 和最北边的一个结合 好香 这个山珍海味的搭配绝了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 大家好 我是石磊 在今天呢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咱们这节目从开播到今天 一共做了很多很多好吃的菜 对不对啊 所以我要考考大家 请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好吃的 每个人举手回答 好吧 来举手 这位大哥我跟你说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你告诉我这是成语 小学毕业了吗 毕业了 来还有没有下一个 说 八珍玉石 好东西 山珍 海味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带来的是山珍 我带来的是海味 这山珍海味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山珍包括就是菌类 菌类 就是山里长的 对对山里长的 海味呢就是有海参 还有一些肉类的是提鸡 都可以说的 这都是好吃的东西 今天呢我要分别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答人叫做 梁乐 梁乐 梁乐是一个海归 现在呢在国企做高管是吧 很喜欢做菜 原来在美国的时候 一个人在国外 就学会了做菜 太好了 今天要带来一个菜叫什么 广东越是双东焖石斑鱼 双东焖石斑鱼 就知道了 这双东那双东 是我们的东姑和东笋 您是广东哪里人 佛山人 佛山 大厨怎么称呼 我来自山东燕台 短 叫断什么 断横 断横 对 做什么菜今天 做一个就是 我用这个焦东的八短鱼 结合云南那个 黑牛肝和黄牛肝做了一个菜 哇 也很厉害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谁的山珍海味更好吃 好吧 这条应该就是石斑鱼鱼 对 这条呢 其实它是一条比较名贵的 叫老鼠斑 那我们先来处理鱼 还是先来处理工笋 鱼需要腌 我们先处理鱼吧 我们这个鱼的做法呢 它是我们需要留鱼头 鱼尾 鱼肉 中间鱼骨是要剃掉的 所以我们先切鱼肉 你先切鱼肉 但我们还都知道石斑鱼有很多种类 是吧 对 咱们今天用的是老鼠斑 我这拿到一些图片 你帮我分一下 这什么斑 这是老鼠斑 老鼠斑 我看一下是不是 哎呀 还真的是老鼠斑 接下来看一下下一种 这个就比较像那种观赏鱼了 大厨你知道这是什么斑吗 这东兴斑 特别好看 东兴斑 没错 大厨我再考虑一个问题 你也是生活在海边 我觉得这个鱼长得好像桂花鱼 现在说的老鼠斑 这就是老鼠斑 鱼面和这个食物它有很区别 是因为它的那个脑袋长得像老鼠是吧 比它的眼睛像 还有嘴 嘴也像老鼠 为什么我们平时在家常吃的时候 要用老虎斑 而不是去选东兴斑呢 肉质其实味道口感都差不多 对啊 对 但是家里无美 大概一斤 五六十块钱 东兴呢 东兴可能要七八百块钱 七八百块钱 现火 没错 挺好的 我们一会儿有一个油炸的这样一个工序 所以呢 你在腌鱼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把这个味道先裹好之后呢 在油炸的时候能够锁住它的鲜味 咱们十斑鱼其实在家也不太经常 作为我们做菜的食材啊 对吧 咱们一般用的是草鱼 鲁鱼 大头鱼用的多 您为什么会用十斑鱼呢 其实原来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经常有机会出海海钓 海钓的话呢 在那边加州的沿线这个前海 出去钓的呢 一般都是十斑鱼 来 我们开始腌匀 一般先用盐 好嘞 一点盐就行了 OK 这个时候呢就先把它拌匀了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会放一点香油 到手上 对 一点 这样正好 这样 对 就把它抹在这个鱼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白胡椒粉 好 我们再放了那个香油和刚才的白胡椒之后呢 我们要放鸡蛋黄 为什么不是用蛋清呢 因为蛋清它经过油炸出来呢 它会是白色 我们要这个鱼炸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金黄颜色 金黄颜色 所以我们要用手抓这个蛋黄 但是 要抓散 它只是会为了起一个上色的作用呢 它是把这个鱼的包裹 正常的话 北方是挂一层糊的话 它要放水 放湿淀粉 它就是代替了水 对 我们捞这个鱼的时候呢 就是要反复地搅拌 然后呢 还要再下三次生粉 我们再来三次 一层一层的放 对 你就拌 来这个石斑就够嫩的了 它再加上蛋黄 石斑 它鱼 它这个肉比较 也嫩一点 就比起有些合理的鱼来说 对 它不一样 它不会那么嫩的 好 这要腌多久 好 十分钟 十分钟 好 这个时候在腌鱼的时候 我们就先搁一边 好 接下来是要处理什么 我们现在要处理我们的冬笋 为什么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 焖的这个办法的话呢 一个是你要有这种香味 就是它能够和那个肉质综合在一起的那种香味 所以我们北方叫香菇 但是它也需要有鲜味 好 这个鲜味主要就来自于这个冬笋 冬笋 行 我们冬笋处理好了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抄一下这个冬笋 然后就开始烹制 咱们接下来要抄这个冬笋 对 抄冬笋 你太太应该挺喜欢吃你做的菜的 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就是靠做饭 把它取回家 把它取回家 好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话呢 是把这个冬笋和姜片一起油炸 对 然后呢 再炸这个鱼 冬笋也过油 对 冬笋和这个姜片都要过油 冬笋过油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一会儿焖制的时候呢 它的色泽金黄 而且香 它的香味就来自于这个过程 就用这个捞起来 姜也得捞出来了 对 但是姜为什么也要炸呀 也是为了把它炸出香味 我们是要把油温再提起来 对 因为这个石斑鱼的话呢 你只有油温比较高 它已经稍微冒烟的时候 你放着炸 你才能够比较短的速度 把它炸至金黄 做到外脆内嫩 好 我们现在炸鱼了 好 这个时间的控制的话呢 就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 对 所以这个鱼的话 只要炸到金黄就可以了 对 好 对 对 对 因为油温比较高 你看 它迅速的就出现了 这个金黄的颜色 对 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 就不用炸别的了 对 好 下一步呢 我们就炒制这个菜了 加一点点食用油 然后先炒蒜末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是要调制一个 焖烧的这样一个汤汁 所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高汤 我们现在是先放一点蚝油 一小勺蚝油 一点生抽 放一点盐 就把这个调味调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可以放入我们已经事先烧好的斑鱼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菜一定是双冬来搭配呢 作为这样一个鱼的话呢 如果是一个海鱼 它总会有一点腥味 在焖烧的时候呢 你放了这个冬笋和冬菇在里面的话呢 能够一个去腥提味 和一个它的香味就在里面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收汁收得差不多 我们现在可以打馅了 打馅也有讲究 我们这个馅汁的话呢 是要慢慢慢慢地加入的 这个打了馅之后呢 暂时你是不能立即地去翻它的 所以你就要用锅铲这样去推一下 大厨 咱们把那个铁砂锅烧上 铁砂锅 好 这是放到铁砂锅里面 对 好 这个菜就已经烧好了 我们这个把锅烧上 上桌之前就把它倒进去 咱们这个菜为什么在铁砂锅里面做好 它是为了就是说 上桌以后保持这个温度 而且这个锅烧到更香一些 对 来一种大锅 这就是我们的双冬焖石斑 好 上菜之前 放一点香菜 点缀一下 好 来 我尝尝啊 这个 好的 这个斑鱼啊 你看牙 那接下来我要尝一下 你做的这个双冬当中的冬笋 我尝一下这个 哇 居然这个冬笋和鱼 在一块儿焖了这么长时间 还有冬笋的那种清香味 难得 嗯 这个冬笋呢 厚味还有点甜甜的 甜丝丝的 是 最南边的一个食材 和最北边食材的一个结合 对不对 山珍加海味 就有了这道菜 太棒了 谢谢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太的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了 我们这个斑鱼的做法的话呢 两边的鱼肉片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盐 胡椒 生粉 先裹一点进去 调味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白胡椒 鸡蛋黄 继续腌制 再裹三层粉 腌十分钟 冬笋要切块 进行一个焯水 下一步呢 就进行炒制 我们用油炸 冬笋和姜片 炸个一分钟 就可以捞起来了 继续加热 就炸腌好的斑鱼 炸到这个鱼的外面 变成金黄色 就捞起来备用 先炒制呢 蒜末 冬菇 进行翻炒 放冬笋和姜片 高汤 然后呢 就这个时候进行调味 我们先放蚝油 盐 生抽 汤汁翻滚的时候 放入炸好的鱼块 放一点老抽 翻炒一下 上个颜色 放入切好的葱段 红椒段 然后用一个 事前烧好的砂锅 把这个菜往里面一倒 放上香菜 它就可以上桌了 吃完这个菜以后呢 和姜要带来的这个菜了 我带来这个菜 就更三争海味 更接地气 你觉得比人家强 那必须的 专业 光吹不行啊 大哥 咱们得实实在在地 做一把 好吧 菜名叫做 牛杆菌烧八爪鱼 你这是硬搭呀 这不叫硬搭 因为就是说八爪鱼 一年时期都有 一年时期都有呢 我就想到了 用八爪鱼 用这个牛杆菌 烧一个菜 取了一个名字 叫三争海味 好 来大厨开始了 您开始做 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牛杆菌 这看起来真像牛杆 见没见这个黑色的牛杆菌 没见过 真没见过 没见过 在欧洲吃这个东西 比较多一些 吃的最多的就是呢 就是黄牛杆和白牛杆 是 就是牛杆菌有三种 一种是黑的 一种是白的 还有一种是黄的 黄的 黄牛杆也叫见手清 而且就是如果炒不熟的话 容易吃了中毒 行 白牛杆菌呢 炒的吃也非常好吃 但最香的话呢 就是还是这个黑牛杆 黑牛杆属于就是 牛杆菌之类香味 最浓的一种 行 那我们开始做吧 开始做 好 现在 等一下处理一下 这个牛杆菌 牛杆菌呢 牛杆菌切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就是切片 也可以切块 就你看怎么吃 如果是你要煎着吃 要是说炒肉吃的话 可以切片 摸起来好嫩啊 在这边 牛杆菌改完了 改完了 再说一下 我在烧水的过程中呢 我介绍叫八爪鱼 怎么处理 咱这八爪鱼新鱗吗 新鱗 我给你看一下 你先把水烧上 哎呦 动 对 再动 你看 您以前做八爪鱼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那种情况 真要做的时候 突然糊到你脸上 在家的处理的时候呢 就是烧一锅水 烧一锅水呢 把这个八爪鱼 直接就是烧到 就是八十度的时候 把这个八爪鱼 就是往里倒里边 好 一定行 去粘液 方便鱼就是说 这个改刀嘛 这个温度就差不多 这不用烧开了 对 不用烧开 不用烧开 焯多久呢 轻轻就定强 行就可以了 一定行就可以 定行 对对对 那墨鱼呢 你能用这个做法吗 也可以 现在差不多就好了 就大概一分钟 对 也就是一分钟 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 可以放点冰水 肉质就更紧实一些 对对对 咱再处理八爪鱼 我先把这个牛肝菌处理一下 来 好 如果是买的新鲜的菌子的话呢 一定要用水煮一下 或者用油过一下油 有可能会有毒 对对对 真的 这个菌类就是说 现在它就是说 它因为冰鲜的话呢 它处理过了 相对来说 要安全一些 超多长时间 就是十分八分的都可以 那还是蛮整的 对 怎么处理啊 这个八爪鱼 如果就再改刀的话 直接就说 这块不要吧 这块不要了 现在把这个八爪鱼改下刀 咱今天是烧着吃的 就用菌 这个呢 可以包饺子 可以拌着吃 可以蘸腊根 等等 老多都可以吃 所以这些食材经常会一起搭配 对对对 这不是今天硬搭的 它本来就这么做 本来就这么做的 因为做厨师行业 你必须要有创新 而且是 现在是你得 每天都有新鲜的原料 新鲜的做法 上下就是在煮菌的时候 我改个菜胶 把这个捞出来以后呢 我还要再加用一下这个菌 然后放一点油 这就开始做菜了 对 现在就开始做了 做呢 就是咱 当然我今天就不放干辣椒 正常的话 要放几个干辣椒 但我今天准备了一个什么呢 叫三斤海味 三斤 我里边放的这个 是艾口头酱 你自己 自己背的是吧 对 自己背的 好香 这个好香 艾口头酱 对 炒一点这个艾口头酱 稍微放一点苏大油 放点蚝油 放一点酱油 加一点水 把这个油干净倒里 再把打打鱼 小姨 小姨 其实我看您这个操作都蛮简单的 对对对 蛮简单的 一点都不够大 太适合我们在家里做了 对 稍微放一点盐 减一点糖 减一点胡椒粉 最主要的 我准备了点核桃仁 核桃仁 对 为什么呢 它是属于八斤鱼里边第一嘛 也是三斤 对对对对 它是属于素三斤 素三斤 对 这个八爪鱼是比较容易熟的一种 对对对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就是再调一下色 颜色稍微有点浅 老抽 放一点老抽 老抽 现在就把这个辣椒放进去 我闻到香味了 嗯 好香啊 好香啊 就是确实 对 放一点水淀味 对 把这个切好的香葱放进去 最后放一点点这个红麻油 嗯 应该已经熟了吧 熟了 嗯 太好了 好嘞 又一个山珍海味 对咱们今天尝两道 美食有兴奋 生活更有味儿 太太乐调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了 八爪鱼买回以后呢 首先就是烧开水处理一下 把这个表层的粘液要去掉 牛干筋呢 就是这个切片 炒完水就是把这个水控水就可以了 三股 倒入 盘酱瓣 盘酱瓣 盘酱 盘酱 放那个 摆头酱 蚝油 老抽 等等的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处理完以后 下锅炒制就行了 咱们今天要为天津海鲜做一证明 你吃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天津的 给您做一个双味虾吧 它是两种味道 两种口感 它是两种做法 酸甜口 这是天津人的做法 天津最传统的熬带鱼 这个其实是天津做海鲜的三宝 它有时飞着一方 往往前穿 就这样绷连续的 这叫嘚瑟 让你嘚瑟一回 感觉会吃饭 这是简单版的 还有升级版的 出盘 干没有该干什么的 吃干啥都行 展翅高飞 八爪鱼一般哪段肉是最嫩的 我给你找一个 你给我找一个 那我为你敷一下不行 你说到这个呢 好吗 好鲜 我尝一下 但我不知道这个喝不喝你口味 喝喝口味 它那个入口那种鲜滑的感觉 哇 这鱼鱼好嫩 刚才这个八爪鱼上面就有牛肝菌的香味 有 这个山珍海味的搭配绝了 这个山珍海味主要是用普通的原料 这道山珍海味这样的搭配绝了 我一开始啊 以为你是为了配合我们节目 硬打 不是硬打 想不到这种融合 又有最南端山里的牛肝菌 再加上山东你们烟台的八爪鱼 对 又有山珍也有海味 这个组合简直太绝了 哎呀 想不到 这些东西 实话实说 以前真以为是老婆也吃的 是吧 咱们现在都能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了 简直太棒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 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 希望大家呢 留着哈喇子看完我们节目之后 可以赶紧尝一尝 试一试 好不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